Hello everybody,我是甜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天赋一笔第一季第七集 为了救出北极星,礁石不得不又联系上蛇精女 代价就是今后还要为贩毒团火效力 第二天,礁石已去拿补给为由 要出去一趟,北极星要跟他一起都被拒绝了 小姐姐的表情有些不爽 是察觉到了什么吗? 女人的第六感总是那么神奇 另一边,海伦和维斯在天台 嗯,直说了吧,约会呢 你别说,维斯这个幻术超能力,真的是撩没力气 正当他俩想要过个描述时 小塔来到天台喊姐姐吃饭 这小子,故意的吧 场景一转,特勤处,光头会见了艾尔博士 开门见山的讨论者怎样捣毁变种人组织 艾尔博士还是老办法 想要发展变种人内线,理应外合 艾尔博士他们负责激活扎道的变种人 但是怎么个激活法,甜妹和光头一样好奇 艾克和计算机女正努力破译从联邦大楼偷来的资料 艾克无意中发现,这段时间和海伦走得很近的维斯 有严重的犯罪前科,利用超能力抢劫过商店 是警察内部的通缉犯人 而维斯来集中营,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一点 艾克将此事告诉了露西 他们俩都为女儿所担忧 又不知该如何开口,劝女儿离维斯远一点 雷鸟通过追踪能力,找到了四处躲避的丽丝 看到雷鸟的到来,丽丝依旧很抗拒 他拒绝跟雷鸟回基地 他说要找到内心曾经最在乎的地方 上次大病异常时,脑海里就不断涌现的那条路 虽然已经记不起是哪里了 丽丝说他一定要知道真相 这对他很重要 雷鸟提出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丽丝寻找 就当是为自己之前的错误赎罪了 由于片刻后,丽丝同意了 顺着踪迹,丽丝找到了一家看上去很眼熟的农舍 他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被收养过 当时养父母收养了很多变种人儿童 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自己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就跑了出来 然而雷鸟发现,这里有特警来过的痕迹 李斯慌张地冲进屋子 到处都是弹孔和血迹 很显然,金人们为了保护变种人儿童都遇害了 复仇的怒火在李斯的胸中燃烧 光头这边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顺利 司法部的负责人金毛女来到警局 他指控光头没有搜查令 就执行任务,无凭无据,先斩后奏 这是要上天哪 然而金毛女已经知道光头要跟埃尔博士合作的事情 他坚决反对 说这在法律依据上站不住脚 要立刻叫停这个行动 光头这边为了跟女儿复仇也杠上了 他说要跟金毛女战斗到底 忙了一天的北极星 发现去拿补给的礁石还没回来 给补给站打去电话 居然得知那边好几周都没有给过补给了 今天也没有人来过啊 觉得事情不妙的北极星 找到了大波浪 他就知道礁石有事情瞒着他 他告诉大波浪 礁石房间里的圣神项链不见了 从前只要参与违法的事情 他总会戴着当护身符 难道这次北极星猜得没错 此时礁石打着去领补给的旗号 已经来到了蛇金女这边 因为有一批毒品合作的俄国佬 没按照蛇金女的旨意运送到想要的区域 蛇金女想要教训他们一下 让礁石用能力烧掉这批货 事成之后会给他一笔钱作为酬劳 身不由己的礁石同意了 就在行动之时前来援助的北极星和大波浪 目睹了一切 到了晚上满身疲惫的礁石回到基地 继续装作领回补给的样子 要气炸了的北极星一把扯下 礁石脖子上的护身符 很显然他已经知道一切 礁石流着泪向北极星解释 正在气头上的他怎么听得进去呢 气呼呼的转身离开 艾克夫妻俩经过商量 将维斯是在逃犯的事情告诉了海伦 这让海伦很受打击 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他 认为人物画像不一定就是维斯 就算是他谁都会犯错的 这就是爸爸不想让自己 跟变种人恋爱的说辞罢了 大吵一架之后海伦跑开 他不相信用幻术带给自己惊喜的维斯 会是一个欺骗自己的再逃犯 他要找维斯问清楚 然而在海伦的逼问下 维斯居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说那时的自己流落街头 被迫进入了一个组织 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这令海伦很失望 认为维斯从未信任过自己 一开始就该跟自己坦白 海伦伤心的跑开 另一边 金毛女又来到警局 他召集了特警处负责人 和爱尔博士一行人 召开会议 批判他们超出了合法范围之内的 执法行动 命令他们立刻停止 他坚决反对 安排变种线人对付嫌犯 无论光头怎样反驳 金毛女都能搬出法律条例 怼回去 很显然他占了上风 可突然金毛女蹊跷流血 倒在地上抽搐 光头也发现了 这是爱尔博士搞的鬼 他利用变种人能力 让金毛女血管爆裂 无法参与到此案当中来 这天晚上 艾克一家人正供进晚餐 维斯走了进来 他告诉大家 已经向基地大佬 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虽然获得了原谅 但要被调离到其他地方 是来跟大家告别的 海伦听说维斯要离开 心中很势不舍 另一边 心心里破译了大部分加密的程序 是关于一个对付变种人的项目 果然脉冲就在其中 然而还是没有他们被送去哪里的记录 更奇怪的是 此项目并不是由政府负责 是一家私人承包公司 名叫特拉斯克工业公司负责的项目 艾克很吃惊 他说这个公司早已经关闭了 自己的父亲曾经在那里工作了35年 这一切会和他有关吗 另一边艾尔博士与光头的合作 还在进行当中 与之后事如何 关注甜妹 不要错过最新 今天